李小璐直播卖货又被群嘲 39岁的他早就回不去了 李小璐又被群嘲了 其实我能看出李小璐还是想继续在这个圈里发展 无论是卖衣服、直播、发视频都是他的挣扎 作为李小璐曾经的粉丝 看着他坐在直播间局促的样子 我突然明白 39岁的他再也回不去了 李小璐是好命的 出生在电影世家 爷爷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员工 爸爸和妈妈更是导演和演员 李小璐从三岁就开始接触电影 步入影视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李小璐的网红路被诟病 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但是李小璐根本没有改变 贾乃亮在节目大方表示自己对李小璐的爱 李小璐也像个公主一样笑夜如花 贾乃亮对李小璐的爱是认真的 为了讨他欢心 买遍了所有花店的紫玫瑰 看李小璐打耳洞他也跟着去打 前后追了一年多 才把李小璐追到手 你认为李小璐还能翻身吗